臨南橋 為了改善台南溫和臨南橋的結果安全 並完成溫和郵寸計劃最後一條路 我就是市長在今年後 得出來向中央清除經費 11月到後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邀請到交通部長林家龍來到現場使者 了解到臨南橋改建的普世性和必要性 臨南橋到目前為止 完工通車已經有34零 那經過我們的檢測 大概在橋茂兩部分有受損的狀況 雖然修復 但是長久之際還是要辦理改建 改建以後 這個橋梁包括遠道大概是200公尺 寬度大概是32.4公尺 經費3.65億元 在台灣所及我們局長 因為特市長的報告之後 林家龍部長 東伊拉保祖九龍改建的經費 3億6千5百萬 危險橋樑3.65億 就由我們交通部公路總局 用審道改善計畫的預算 我們全額來負擔 好 歷任包括過去賴前市長 李前市長到我現在接任台南市長 都會碰到一些工程上的瓶頸 也就是說面臨交通跟經費 所以事情就耽擱下來 現在碰到交通部林部長 願意灑下及時雨 撥下救急錢 能夠總共有3.65億 我們台南市大概規劃費出了1200萬 接下來中央可能會負擔大多數的改建經費 那這樣子能夠一解燃眉之極 我就是市長來強調說 另外一個固有的交通水利 觀光頂重要的意義 結果之後 溫和優準 將能夠打通修徒租外的路段 延伸到中國生的買頭路 既然橋要改建 就要兼具這個交通 防洪跟景觀的效果 交通當然是台時系線的這個交通要道 防洪是這個橋面不要太貼近水面 能夠讓這個將來的運河 或是其他的這個水流能夠通暢 然後景觀 當然如果它這個橋改建得好 有一點高度 那一些油船 船隻也可以經過橋 不會因為到林安橋就被卡住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三個功能 能夠避起功於一義 好 美城市大 到不到 到